是馬來西亞 歷史上第一次在斯基曼卡拼這個韓國隊 主要的原因呢 除了我們那個第一男單就是一個李宗偉 回來對球隊起到很大的出氣的作用之外呢 還有最關鍵的就是我們的男爽和魂爽 打出了他們超水平的發揮 吳偉森和陳偉強實力是比起世界第一的李隆大和劉元勤 是稍微有點弱的 但是吳偉森和陳偉強在去年的康培賽 已經證明他們是半一打團體賽的球員 而且他們的特點也是一槍則強 所以他們在這場比賽呢 那個形態上也擺得很好 他們就是去衝擊這個對手而已 所以他們沒有壓力在場上 反而對手突然就覺得被對手逼得那麼緊 所以李隆大本身也尤其在發球的方面 控制的不是很好 我們的雙打在這一次比賽的 就是扮演球兵的角色呢 其實還有就是幕後 那個嚴偉森教練是很關鍵的 我們那時候已經覺得這個教練是一個 觀察力和分析力非常強的教練來了 但是他就一直沒有獲得重要的 這個主教練的位置 到今年重組了 他被分葬為這個藍雙主教練 所以吳偉森和陳偉森 他昨天會贏這個救出了 這教練也是功勞不小 女單是不需要太多的分析 因為我們的實力一切跟韓國差太遠 不管是上鄭秦毅還是這個零坊 所以這個輸的是很正常 然後接下來藍雙敵中 大家都關注他 競賽八個月後 就是回來第一場比賽 他的表現會怎樣 結果是證明根本就沒有影響 而且他打來是有那種感覺被困了很久的 頭猛瘦這樣子就爆發出來 所以這個敵中根根本就不是他對手 事實上我們米雙就是最美足夠 吳偉森的吳偉森 他們的最大的問題就是 他們的表現是非常不穩定 而且也的確他們的在速度還有力量方面 是不夠這個韓國隊的 完全就是打不出他們的感覺 打不出他們的節奏 我覺得馬來西亞這支捆裝 會有能力擊敗這個韓國的主要的原因 是愛於我們的旅球 這個560其實他的水平已經是接近一流的水平 只是他之前經歷了這個比賽的受傷 痛手受 然後就才剛剛在今年才回來 打了幾場比賽而已 所以對他的在場上的穩定性是我們比較擔心的 不過他昨天是完全打出了他的這個最佳的水平 反而韓國在他們本來只得自己實力在我們主場 反而這支韓國的混雙打來非常大的壓力 然後他們在尤其第二局也看到他們的事物也比較多了 所以我們就這樣包冷 因為這個很多對話 我們的群體其實是有在那邊的 好像成為像無維生 只是我們的這個經理的數字 還有就是穩定性其實都是不足 可能這一場比賽我們可以贏 但是下一場馬印度也可能也贏得很辛苦 我覺得馬來西亞基本上贏印度的機率是65% 所以35%他們的混雙實力其實也沒有馬來西亞這麼好 所以整體上來講呢 大馬可以勿批贏他們 如果文可維和許家文能夠拿出他們運用的水平